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 称为逾越节的无教节近了 司祭长及经师设法要怎样消除耶稣 因为他们害怕百姓 那时 撒旦进入了那名叫伊斯加略的尤达斯的心中 他本是十二人中之一 他去同司祭长及圣殿景观商议 怎样把耶稣交给他们 他们不胜欣喜 就约定给他银钱 他应允了 遂寻找机会 当群众不在的时候 把耶稣交给他们 无教节日到了 这一天 因宰杀逾越节羔羊 耶稣打发伯多禄和若望说 你们去 为我们预备要吃的逾越节晚餐吧 他们问他说 你愿意我们在哪里预备 他回答说 注意 你们进城 必有一个拿水罐的人与你们相遇 你们就跟着他 到他所进的那一家 对那家的主人说 师父问你 我同我的门徒吃逾越节晚餐的客房在哪里 那人必只给你们一间铺设好了的宽大楼厅 你们就在那里准备 他们去了 所预见的 正如耶稣对他们所说的一样 他们便预备了逾越节晚餐 到了时候 耶稣就入席 宗徒也同他一起 耶稣对他们说 我渴望而又渴望 在我受难以前 同你们吃这一次逾越节晚餐 我告诉你们 非等到他在天主的国里成全了 我绝不再吃他 耶稣接过杯来 祝谢了 说 你们把这杯拿去 彼此分着喝吧 我告诉你们 从今以后 非等到天主的国来临了 我绝不再喝这葡萄汁了 耶稣拿起饼来 祝谢了 掰开递给他们说 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而舍弃的 你们应行此礼 为纪念我 晚餐以后 耶稣同样拿起杯来 说 这杯是用我为你们流出的血 而立的新约 但是 看 覆卖我者的手 同我一起在桌子上 人子固然要依照所预定的离去 但那覆卖人子的人 是有祸的 他们便彼此相问 他们中 他们中哪一个要做这事 在他们中又起了争论 他们中数着谁最大 耶稣给他们说 外邦人有君王宰制他们 那有权管制他们的 成为恩主 但你们却不要这样 你们中最大的 要成为最小的 为首领的 要成为服侍人的 是谁大呢 是坐席的 还是服侍人的 不是坐席的吗 可是我在你们中间 却像是服侍人的 在我的困难中 与我常常相邪的 就是你们 所以 我将王权给你们预备下 正如我父给我预备下了一样 为使你们在我的国里 一同在我的沿席上吃喝 并坐在宝座上 审判以色列十二支派 西满 西满 看 撒旦求得了许可 要筛你们 像筛麦子一样 但是我已为你祈求了 为教你的信德不致丧失 待你回头以后 要兼顾你的兄弟 伯多禄向他说 主 我已经准备 同你一起下狱 同去受死 耶稣说 伯多禄 我告诉你 今天鸡还未叫以前 你要三次说不认识我 然后又给他们说 我以前派遣你们的时候 没有带钱囊 口袋 及鞋 你们缺少了什么没有 他们说 什么也没有缺 耶稣 向他们说 可是如今 有钱囊的 应当带着 有口袋的 也一样 没有贱的 应当卖去自己的外衣 去买一把 我告诉你们 经上所载 他被列于叛逆之中的这句话 必须应验在我身上 因为那有关我的事 快要终结 他们说 主 看 这里有两把剑 耶稣给他们说 够了 耶稣 耶稣出来 照常 往橄榄山去 门徒 也跟他去了 到了那地方 耶稣 便给他们说 你们应当祈祷 免得陷于诱惑 所以离开他们 约有头十那么远 屈膝祈祷 说 父啊 你如果愿意 请给我免去这杯吧 但不要随我的意愿 为照你的意愿成就吧 有一位天使 从天上显现给他 加强他的力量 他在极度恐慌中 祈祷越发恳切 他的汗 如同血珠滴在地上 他从祈祷中起来 到门徒那里 看见他们都因忧闷睡着了 就给他们说 你们怎么睡觉呢 起来祈祷吧 免得陷于诱惑 耶稣还说话的时候 来了一群人 那十二人之一 名叫尤达斯的 走在他们前面 他走进了耶稣 要口亲他 耶稣给他说 尤达斯 你用口亲来覆卖人子吗 耶稣左右的人 一件要发生的事 就说 主 我们可以用剑砍吗 他们中 有一个人砍了大司祭的仆人 把他的右耳削了下来 耶稣说道 至此为止 就摸了摸那人的耳朵 治好了他 耶稣对那些来到他跟前的司机长 和圣殿警官 并长老说 你们拿着刀剑棍棒出来 好像对付强盗吗 我天天同你们在圣殿里的时候 你们没有下手拿我 但现在是你们的时候 是黑暗的权势 他们既拿住耶稣 就带着借到大司祭的住宅 伯多禄远远地跟着 他们在庭院中间生了火 一起还坐 伯多禄也坐在他们中间 有一个使女 看见她面对火光坐着 便定睛注视她说 这个人也是同他一起的 伯多禄否认说 女人 我不认识她 过了不久 另一个人看见她说 你也是他们中的 伯多禄说 你这个人 我不是 约格一个时辰 又有一个人 肯定说 这个人确是同他一起的 因为她是加利利亚人 伯多禄说 你这个人 你这个人 我不懂你说的 他还说话的时候 鸡便叫了 主转过身来 看了看 看了看伯多禄 伯多禄 伯多禄就想起 主对他说的话来 今天鸡叫以前 你要三次不认我 伯多禄一到外面 就凄惨地哭起来了 那些 那些 羁押耶稣的人 戏弄他 打他 又 蒙起他来 问他说 你猜一猜 是谁打你 他们还说了许多别的 侮辱他的话 天一亮 民间长老及司机长 并经师 集合起来 把耶稣 带到他们的公益会里 说 如果你是墨西亚 就告诉我们吧 耶稣回答他们说 即便我告诉你们 你们也不会相信 如果我问 你们也绝不回答 从今以后 人子要坐在 大能者天主的右边 众人于是说 那么你就是天主子了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说了 我就是 他们说 我们何必还需要见证呢 我们亲自从他的口中 听见了 我们亲自从他的口中 ẫ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